第四百六十集 这名男子呢 很是维虎 妙玉安虽然名声不好 但是啊妙医 的确是出于你而不然 叶凡嘴角露出一丝淡笑 你才见到就已如此 果然是上乘者如妙玉安 风月的是人心而非色深 耍了一声 光芒一闪 天空中的五色玉洲 没入大湖深处的天空中 那里穹楼玉雨 云雾缭绕 一片弥妙 奴家安妙依 夜月奏琴曲 天籁之音 白雾中的宫雀传来 清晰而淡雅 可是仔细回味 却仿佛醉到人的骨子里 高洁妙雅中动人心惊 安妙依来到圣城 这则消息快速传了出去 脚月出生时 将在湖中凑琴曲 引起无边热议 毫无疑问 今夜妙玉湖畔江人山人海 安妙依出使早有传言 她是当今东荒最美丽的几个女人之一 利明传天下 如今 玉莲魏蒙臣 圣地与荒谷世家的弟子 都会被引动而来 夜凡离开庙玉湖 继续走了下去 走了一个多时辰 也不过转了圣城的一脚而已 绕过壁湖 他走入一条古巷中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少年运 铺在地上的石头 都被踩塌的光滑了 总是见到辉红的公园 连绵的电雨 夜凡想进入这些古巷中 看看在这些鸡脚嘎了 会遇到什么 他七拐八转 从古巷走出后 竟进入一片自由方式 来到一片热闹之地 夜凡很吃惊 这里虽然是一些地摊 与那些公雀相比 寒酸了不少 但是地上却摆满了不少好东西 绿铜金晶 赤红玉髓 神邪土 星辰石 各种珍贵的材料 应有尽有 很多东西 都是大黑狗 想要搜罗 莱克道文的宝贝 在外界很难寻到 可是圣城的一个 鸡脚嘎拉里 都能够找到 这让他不得不感叹 圣城不愧为北域的中心 是天下风云寄讳之地 这些东西只能摆在地摊上 像这样的角落也不知道有多少 类似的自由方式肯定多不胜数 可以推测 在那些宏伟的楼宇宫殿中 一定会有更珍贵的东西 叶凡转了半圈 又见到不少珍惜的药材 玉蛇蓝 九叶凤凰草 赤月果 乌玉神莲 信箱扑鼻 绝对是真品 只要有圆 真是什么都能买到啊 他有些感叹 圆不是万能的 但没有圆是万万不能的 叶凡转了半个方式 来到了卖石料的地方 这些摊位 各自都只摆了几块石头而已 看起来很普通 没什么异常之处 可是呢 叶凡却有些心惊 这些石料都不简单 竟沾然有一丝太初的气息 一问之下 昂贵的离谱 年轻人啊 买一块石料吧 信誉保证 抬出老坑的紫料 有时也会切出今天的宝贝来 一个老汉蹲在地上 向叶凡推售摊位上的几块 骑石 自由方式人流很多 来来往往 不时有人停下 叶凡一抬头顿时一惊 在自由方式的上空 竟有一片悬空的宏伟天空 巍峨不凡 那是什么地方 难道又是一处风月场所 年轻人 想什么呢 这是天妖宫的宝雀 是盛城的七大拍卖行之一 经常有绝世瑰宝 在这里派出天价 玄空的拍卖行 真是说实话 叶凡一正无言 好半天后才问道 有神远吗 有 的确有 且曾拍卖过呀 老汉认真地点头 这叶凡倒吸冷气 他觉得来盛城还真是来对了 这有什么呀 天妖宫的宝雀 身为盛城七大拍卖行之一 什么都曾拍卖过 半年前曾展出过一卷古经 什么 叶凡真的被惊住了 无上秘点乃是圣地专属 不是完整的 据说只是一卷残经 只涉及到某一个秘境 纵然如此 叶凡也是深感吃惊 盛城果然不凡 连神远古经这样的神物都有拍卖 年轻人 第一次来盛城吧 说起来 数日前天妖宫宝雀 还拍卖过龙文黑金呢 不会吧 连这种东西也有得拍卖 那可是千百世难得一见的大地的专属圣物啊 叶凡心中直跳 遥光的极道圣兵就是龙文黑金筑成的 只有指甲盖那么一小块而已 太少了 纵然古之大地再生 想住几道兵器也不够用啊 叶凡略微心安点了点头 他想到了自己那块拳头大的黄血赤金 打造一枚金刚镯肯定是足够的 也许万不得已时可拿他来拍卖 换取神缘 不过 不到山穷水尽时 叶凡绝不会拿出去拍卖 黄血赤金 千百世难寻出一块 他打算留着自己助圣兵用 最终他离开了这片自由方式 圣城极尽奢华 什么都有 不仅有让人奋进的妖王阁 圣主阙等 还有赌石坊 封月帝 罪人居等 这可是一个可击尽 亦可消磨时光 颓废光阴的魔城啊 转了大半日 叶凡也不过走了一小片地狱而已 部族盛城一角 此城实在是太大了 从一端到另一端 据说将近百里 不行 我得去找李黑水 让他介绍下此城 叶凡觉得 这样了解太片面了 需要有熟人作为向导 在来之前 土匪已经告诉了他 如何寻到李黑水 太阳落山前 叶凡来到一条古巷 走进一个很小的原石斋 终于找到了李黑水 李黑水面旁有黑 恐无有力 二十三四岁的样子 是第八大寇 李恒的孙子 在来之前 土匪曾对他说 李黑水要心机有心机 要手段有手段 人如其名 很是腹黑 土大嘴巴自嘲 自己只会说说 而李黑水呢 不仅说 还一定会做出来 小椅子 你现在可是个名人啊 北域无人不识君 放心好了 来到盛城 找我就对了 李黑水将土匪的信 看完一拍胸脯 先领你去放肆一下 你是地主 我一切都听你的 盛城 又十大风月之地 妙玉庵 水月小柱 广寒 却是最好的三个选择 你来决定 李黑水 浓眉大眼 脸色有黑 看着很朴实 但是 绝不能被他的外表所迷惑 叶凡先生一阵儿户 哭笑不得 咱们随便找个地方喝两杯 我主要 是想向你了解一些盛城的情况 你给我好好地介绍一下 李黑水一摆手非常霸气 哎 极叶只谈风月 不论其他 那些事情明天再说 你来了 我怎么能不好好招待一下呢 夜晚的盛城一片炫烂 漫天星辉垂落 如薄烟一般落在城内 月华更是如水波 躺落下来 李黑水解释 盛城 可自动吞吐 朱天星里 刺成太不一般了 叶凡也只能这样感叹了 今晚 我们去妙玉湖 没有想到 俺妙一出事了 这个东皇最美丽的女子 来到盛城 对于年轻一代来说 绝对是一件大事 朱盛帝 与黄谷世家的子弟 肯定要前去 今晚 一定会很热闹 李黑水黑黑的笑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